那在Windows底下 怎么安装Spice 你可以在Google中搜寻Ezira Spice 那会找到一个网站有提供Spice连线 它会连来这里 那你会找到Spice的工具 在Windows我们现在是32美元的 我们可以下载这个 它用EasyView 这样子一个程式 其他以Spice相容的工具有这些 那EasyView是经过国高特别调校过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暂时存在桌面 等它下载完 13Mbps下载完就可以进行安装动作 好EasyView就有了 还没结束最后一秒钟 好在桌面上就有EasyView 0.6版 点两下 执行 它会进行安装动作 好 install 在Windows底下 你有浏览器 一样就可以进行VNC的连线 那如果有Spice的连线 可以进行VNC的连线 我把ID登入 好 你看到这边有范例 这是我们刚才 上一个单元使用的 Spice连线的方式 你要一样输入它的破号 然后密码 好 我们登入以后 如果你要直接在浏览器下面 开Windows底下开 那我们一样直接点选这一个 一般系统 然后你选择操作界面VNC 直接用浏览器可以操作 那换一个 我们要用Spice连线 你一样要起到Spice里面 点选Spice 一样是这一个 我们把这一个 这一串复制起来 然后回到VNC连线这里 贴上 好这样贴上 按连线 这时候它就会进行 网路上进行连线 输入密码 密码在哪里 在这里 贴上密码进去 那这样你一样会有一个 在Windows底下 你一样可以用Spice的方式 拥有一台 拥有一台 Linux的伺服器 Linux的桌机 一样可以进行 那声音一样会回来 声音一样会回来 Spice最大的差别就是声音会回来 这是在Windows底下用Spice连线 第一个你要安装Spice 这一个程式 安装Spice 安装Spice EasyView 这一个程式 EasyView 这一支程式 这一支程式 是国高特调过 连线会比较顺 装完之后 启动程式机里面的 EasyView 一样在 网页上面 在你的 得到你的 连线的 破号 然后 得到连线的密码 就可以进行 Spice 在Windows底下进行Spice连线